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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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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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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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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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有三顆 這套就是這麼的簡單 然後我上禮拜穿的是這個色 性色 然後這一款呢就是也賣得不錯 因為大家可能就是真的喜歡很懶惰那樣 就是一套一套就出去 不會透喔 這個藍色不會透 不會透 可能是性色會稍微透一點點 但是藍色是完全不會透 所以你們如果怕會透的女生呢 可以就是裡面再穿一件小可愛 然後或是選藍色 這件有問題嗎 兩色都好看 對 兩色都很美 然後我自己個人是喜歡性色 就是跟我的就是 形象整個人的感覺比較搭 然後帶藍色也不錯 就是感覺上班族的女生可以穿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去公司 對 然後這個也是那種大學生必備的東西 文青風 就是你 就是早班嘛 就是爬起來 然後搭衣服有點累 所以就套這個就可以出去了 對 但是不要翹課喔 對 而且也快 是快開學了吧 現在8月中 差不多 對 你們快開學了 所以這個也很需要 就是要調一下嘛 時差 對 暑假跟開學的時差要調一下 藍色嗎 有嗎 可是我喜歡這個啦 我覺得是因為這一款 本來就是適合你的風格 兩色都舒服 不過我喜歡這個色 但都可以啦 就是你們覺得好看 就可以戴 對 兩色我都推薦啦 其實 因為它的版型啊 整個感覺我都還蠻喜歡的 而且它又開筋 重點是它這樣顯著我脖子 稍微長一點點 有長個兩公分啊 如果脖子有到這 喜歡淺色 那可以去買喔 沒有 我普通而已 真的 我媽媽我真的很普通 我媽媽我真的很普通 不覺得嗎 很還好 在那邊 引起公分 沒有 很普通 因為手在路上沒有人會注意的啊 可以搭個包包穿搭嗎 可以啊 我配黃色好了 這個 這個也是我的愛款 但我買黑色 我配個姓色這樣子 給你們看一下 我站遠一點給你們看一下 這樣也可以穿去約會 然後也可以跟閨蜜吃飯團 這樣你們會覺得不好看還是什麼 就是閨蜜還會覺得說 你今天幹嘛穿得那麼美 哈哈哈哈 威蜜覺得你很心機 對啊 都那麼熟幹嘛穿這樣出門 就是威蜜只有穿運動服這樣 對 還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的話就是 搭球鞋好看嗎 好看 我有球鞋 我搭 我搭 阿甘阿甘 好 還是我穿 你的阿甘 還是我穿 反腹鞋 都可以 搭反腹鞋給你們看 我覺得搭反腹鞋 好看 好 趁他 搭反腹鞋的同時 我先來介紹一下 剛剛有誰說想要看我的離型穿搭 我站遠一點給你們看 有沒有看到經典的什麼 離型身材 救星 他們說什麼 我碰到 離型 愛心 因為呢 這一款褲子呢 他把我最細的腰部顯得 就是 更細 對更細 展露無遺 但是他又把我就是最寬的臀部 就是好像 有點隱形掉 因為我旁邊這一塊肉 其實離型身材很怕就是這一段 有沒有 但他有一個很自然的曲線 反而是會讓你的身材看起來更好 而且他的長度 會讓你的腿看起來更長 因為他高腰嘛 這樣拉 所以看起來很長 他們說什麼 襯衫 襯衫 好 好氣質 腰很細 不要再誇獎他 站在那邊 好 這一款襯衫就是上一次 欸 上上次新品嗎 上一次 好上一次的新品 賣得非常多 太多波了 腰好細 腰好細 這一次就是 因為今天介紹的是情人節穿搭 那有別於第一套就是那種甜美啊 第二套是性感要誘惑有沒有 用書胸誘惑男友那種 第三款是氣質 那這一套是屬於那一種 你喜歡做自己的女生 你可能就是上班都穿這樣有氣勢 然後男友也很喜歡你那種氣勢的感覺 女強人的那一種 對 女強人的感覺 那 有些男生喜歡女生這種 看起來 拍拍 沒有拍拍 氣質 強勢的氣質 對 有氣場啊 什麼拍拍 有氣場的氣質 那你就穿這樣去覆約 你就是這樣拍拍 現在誰敢跟女強會拍拍 讓人說什麼 個性 對 人家都說這麼好 你就是找不到拍拍的替換的詞 小資女穿搭 有小哈會幫你們穿搭 這個嗎 這個褲嗎 這個褲嗎 還是其他套 其他 看小哈 小哈是 小資女 他就是我手打開的長度 我被霸凌了 我今天是看到我最後一次直播 不會再有我 不要重要 上衣有幾色 兩色 上衣還有 我上一次新品直播的時候 穿的就是這個色 塔奇跟真賴 這個賣得很好 這是我們就是最近的就是爆款 這件跟後面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後面MOTO 這款是精密書款 它是純素面的學法 那這款它是表面有一點點抓皺的 寬褲式裙勾 不是扣子 寬褲式裙勾 對 它是那種像是以前高中的時候那種裙 那個啦 以前高中 不是就是你學生制服的那種勾 對 這種裙勾 這個裙勾 卡奇好看 對 很好看 你剛剛 它是裙勾 我看一下 有時候拿 上衣是雪紡的那種喔 材質是雪紡 我身上這個是深藍色 對 寬褲是兩個顏色 黑色跟卡奇 對 寬褲兩個顏色喔 然後剛剛有問小資女的那個女生 那個我們小筆它是156公分 對 然後它穿我這件 是落地 是落地的 很好看的長度 對 然後 我剛剛 上衣會透嗎 上衣會透嗎 不會 不會透完全 不會透 對 剛剛的那個金幣的 它是銀幣 就是錢幣的耳環也可以搭我身上這樣 然後再搭 可是妳151公分 不好意思我150公分 現在比誰比較短 我穿會很落地喔 是落地是拖地喔 不是落地而已是拖地褲 是拖地 妳可以買買買買另外一種 就是另外一種私錢的寬褲 對 就是鬆緊帶的 妳150號跟我一樣 跟它一樣 對 小哈自己拿的是鬆緊帶的那一款 就是妳在官網上面搜尋鬆緊帶 它就會有 我買的是那一款 黑色的 對 小哈穿那一款 它那一款就是長度很剛好 就是對小資女來說那一款長度非常的剛好 飄啊飄的落地 然後這一款就是 就是 對 如果是160一下 可能就會稍微有點落地的感覺 那我160是 其實 不會到落地 但看起來的長度還是有 就是全長 就是全長 還有問題嗎 給妳們看一下我搭球鞋的樣子 就是我搭帆布鞋 但搭球鞋差不多是這樣 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很好搭 妳搭那個球鞋 走出去也是好看的 因為最近就是 球鞋當道 最近的流行的球鞋當道 哈囉妳好 就是可以搭這種 帆布鞋啊 球鞋都可以 褲子是什麼材質 雪紡 褲子是雪紡材質 對 因為我穿裙子不好意思 我也穿裙子不好意思 雪紡材質 非常的怎麼說 因為很舒服 因為它寬寬的 不會有什麼存在感 材質也很清楚 好像沒有穿口 請問小六身高 158 看過去應該有160 我覺得 對它看起來真的是160 它都在騙人 都在騙人 黃暴兩公分 158 158 158 我喜歡158 好這它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要去換下一套 我也要換下一套 感覺真的很顯 連小 褲子有鬆緊帶 沒有 這一款是沒有鬆緊帶的喔 但它有那個 就是皮帶的那個 勾 皮帶勾 就是可以細皮帶啦 對 你是什麼皮帶的勾 呃 褲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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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亂講一個名詞 都很難 聽得懂就好 很難讓人家解釋的 好 沒有問題了齁 然後 這一款的褲子 因為它黑色 所以看不太到 它有那個打折線 零行身材的話 比較適合穿 只有打折線 對 好 但這一件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板型 稍微偏小 所以如果你 剛好介於SM 那種的女生 直接選M號喔 這個 會有打折線 因為 你一看的話 是零行身材 所以會有這個打折線 比較適合它 然後 它高跟鞋好看嗎 會更修長你的那個 黑色那個 你穿 看會不會再更高 因為 怎麼說 我164 然後這樣的長度 其實對我來說 它沒有很落地 那如果你稍微是小個女 然後 你穿的有點 褲管有點長的話 你搭高跟鞋 會是修長 像我現在戴的這雙鞋是 它是鞋型是高跟鞋的鞋型 只是 它是平底 然後 看起來就會有這種拉長的視覺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看我穿高跟鞋 我等一下要穿給你看 好 我先換 好 然後 要買給女朋友推薦什麼 你是男友要偷買禮物給女朋友嗎 你有想 為你女朋友打造什麼樣子的嗎 有嗎 好 現在妮卡去換高跟鞋 換一個就是 有一點 跟鞋 有一點高度的鞋 因為它自己本身就比較高 等我一下喔 有一個想買給女朋友推薦什麼 可是我不知道她女朋友是 喜歡什麼樣的 她是什麼樣 什麼型的 什麼型的 女生 女生喔 不然是男生嗎 害我可 她是什麼樣的色系 還是說喜歡什麼樣 哪個型的女生啊 對 就是看女朋友是 平常是 比較 就是穿的很蠻女生的 就是 比較 類型一點的 對我們會推薦比較女生 那如果 平常也是屬於個性 然後有時候又想要讓她穿比較 女孩兒的話 也可以問我們 都可以 好妮卡已經換了 跟鞋 小跟鞋 這樣看得出來是跟鞋 微跟 小微跟有 有的 你再遠一點點 遠一點 這樣其實上 上 上班族 上班族 上班族也可以穿 有Feel嗎 有Feel 有Feel 看我已經扣高了 上課之前就更高 不要這樣 她找我 哈囉 這樣子好看嗎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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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那個想看高跟鞋的那個 有看到嗎 又要把伯娘以前的衣服都丟掉 鞋子也好看 鞋子是失誤 我們沒有賣鞋子 氣質路線 美美美大家稱讚妳 不要稱讚她還太多 她等一下又要吃爆多了 真的 看完一直買襯衫 然後妳這樣叫這種 簡約風格的 喜歡 大家都喜歡妳這樣 我真的適合這樣 看完一直買襯衫 你看有人跟你一樣狂買襯衫 就是我嗎 對 可是我不是看那一部 我本來就喜歡襯衫 可是就是跟妳一樣的愛買襯衫 可是就是跟妳一樣的愛買襯衫 也這樣 襯衫這個季節 以後會賣高跟鞋喔 不一定 不一定欸 如果會的話 我們會在 就有上架你就知道 上架你就會知道 有這雙鞋子的存在 也會 我們直播的話也會告訴你們 我們有賣這雙鞋子 對 哇叫什麼 這件褲子真的要戴 請撥打以下專線 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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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最後一組 好 應該看夠了嗎 看夠了嗎 看夠了嗎 各位 看夠的話要把妳要換下一套 妳都好多愛心喔 可以示範襯衫另外一個顏色的穿搭嗎 可以 所以 好我去換另外一個顏色 可以 Nika去換給你看 那要等一下喔 那在她要去換之前 我們先介紹我們的 好 來吧 好 差點算是 你別 我今天不算我要回家收金了 好我們介紹那個襯衫 這個有四色 這件是四色 對 白色在Nika那邊 有一個就白色啦 就是我之前有上一次直播的時候 穿也是會微臭的 然後還有我們身上這三個顏色 這個是紫色 然後我上禮拜是穿紫色直播 然後這是穿黃色 我上禮拜穿白色 這是穿藍色 對 等於四個顏色都看給你們看 對 然後因為雖然說已經要進入秋天 但是我們也是要有那種夏天的FU 想看白色襯衫當外套 好我等一下搭給你們看 白色嗎 有一些微透喔 白色會有點透喔 白色會有點透喔 我一下喔 就是裡面要搭一個小可愛什麼的 或是穿黑色的內衣 對 一直注意小哈的裙子 小哈有人一直注意你的裙子喔 對 白色有點微透 但紫色不會 黃色也透 白色黃色都透 然後等一下幫你們搭那個 特莎那外套 等一下我再搭給你們看 等一下小哈搭給你們看 你說注意我的裙子喔 對 他在注意你的裙子 這個 很彈我自己搭 我自己搭 我自己搭 我這件也很彈喔 我們這個是同一系列的 對 褲子跟裙子是都很緊的 好像姐妹款喔 對 這個褲子賣超紅 然後褲子的褲唇剩一些些 褲唇好像剩不多 就是褲子的 就是那個數量 你們顯示如果瘦完的話 就會不會再有了 對 就是要追加好問廠商喔 裙子好好看 好看吧 快去下單 裙子有分三個尺寸 SAL 我的褲子好看是嗎 我有買 哈哈 我們都是各的買一個下單 有啥問題 我等一下去換那個 白色當外搭 再給你們看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 想說之前有配過其他顏色 然後今天就穿不一樣顏色給你們看 裙子有也是一樣S style 對 然後它真的很彈 它真的超彈的 裙子只有這個顏色 對沒錯 就是深藍色 而且還滿百搭的 裙子跟裙子都只有一個顏色 然後我的褲子這個是水洗刷車 就很復古的那一種 對 而且還滿顯瘦的我覺得 褲子163穿會不會太短 它是9分的褲子 對它穿起來是9分 我身高158 然後穿起來是在9分的位置 因為我的腿的比例比較長 所以我穿起來就是差不多 他腿長100 別這樣 我腿就是比較 他剛剛都出賣我 他兩隻手打開就是我的身高 真的是很賤 小哈的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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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9分褲喔 對它是9分褲 然後163如果你穿S的話 可能會再短一點點 色黃色我覺得滿好看的 很少穿衫會有黃色好特別 如果你想要跟人家走不一樣的風格 就是買黃色 對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放下來 就是 配其他的 就是也可以把它放下來 或是配短褲可以變那個什麼 下衣時中 然後它長褲差不多是在大腿這邊一半左右 對 黃色好看 因為夏天嘛 就是算是有點 秋季的 但是還是有點夏天的感覺 因為台灣比較玩冷 就是你如果沒有情人也可以 就是姐妹款 對 姐妹的 這樣子 也可以一起出去很像 好像是姐姐跟妹妹之類的 之類的 或是閨蜜 閨蜜的 因為我沒有情人嘛 然後就可能會打電話 就是找朋友一起這樣 然後百娘把你們配了另外一色了 它等一下會出現給你們看 對 百娘你好嗎 對 等一下它有一點緊張 不知道在緊張什麼 好像要 要幹嘛了 它好像要相親一樣 搞得跟相親一樣 很緊張 衣服都歐北青 它沒有我不行 它沒有它不行 如果哪一天小就怎麼了 就它不行 我不要 我不要 好妳可以穿給你們看 啊我就換另外一個白色 當外操給你們看 剛剛有說看卡其色的 我現在搭它也是上班族工的 好我應該搭個項鍊這樣子 然後一樣是剛剛那個西裝褲 我們的model 西裝褲 落地褲 只是我穿起來不落地這樣 然後走一個比較怎麼說 因為我們的那個model小比 好像穿這個也是搭這件褲子 是嗎 漂亮嗎 新包包嗎 這個是下次新品 下次的 先偷偷曝光 下次的喔 簡約風好看 對 然後這一件可以當外搭 就是 單穿 外搭都可以 因為它褲子其實間距蠻大的 而且它褲子不多 當外搭有一種 有一點薄薄西裝襯衫的感覺 你們可以去看官網那個model雅鏡 有拍外搭的樣子 很好看 新品很美 我們的新品這幾波我們也很滿意 連model在拍照的時候都認為 準備下單了 真的嗎 趕快去下單 因為最近真的是斷貨季喔 所以如果你們有收到就是通知的話 我們通知都統一是發在信箱裡面 你們當初申請那個會員的信箱裡面 對 所以你們申請會員的時候不要亂申請假的信箱 對 因為我們通知都通知在那裡面 對 斷貨啊或者是有什麼 有移出貨啊 還是或你的衣服上面有什麼問題 我們都會用那個通知你們 對 包包有質感 是不是 下次的新品 然後我們會之後 下次會介紹 下次的直播就可以看到它 對 好 那剛剛想要看卡奇的人 就看到了 就是這樣的三搭 好 那我等一下又要去換下一件 期待包包 好 下一次 絕對讓你們看到 我換那個外搭了 剛剛一樣是水藍色跟小六穿的那個黃色的那個襯衫 我把它當外搭 然後我一樣是配剛剛那個裙子 就是彈血眼豪那個裙子 然後我配我自己的衣服 之前有賣蛋是已經穿過的都其男 然後我是配就是一般的背心 你只要是黑色的話都可以 就是你應該是說你簡單就好 然後就是帶一個白色襯衫 然後我覺得它還蠻透氣的 就是你騎車的時候也可以穿這個 很方便 而且不會熱 就這樣很好看啊 比我剛剛穿的那個男友襯衫 它是比較正常的版型 然後我這個袖子是反折的 反折的喔 這樣子蠻好看的 好看 後面那件白色襯衫也是有外搭 然後後面白色襯衫 這一個 這個就是我剛剛穿的那個 男友的襯衫 也可以 但它會比較大件喔 不會像我現在穿這個 就是一般的長度 因為剛剛這一件的話是到這 給你們就比給你們看 這樣子 就是已經超到了這邊吧 這個地方 可是這件的話就是一般長度 可以遮到屁股 好看 有啥問題嗎這件 我看我自己的啦 衣服沒有賣 一定斷貨 它有什麼問題嗎 白色襯衫外搭 蠻透氣喔 然後它已經 它白色一定會透 會有一點微透 微透 有看到我大母哥吧 它會有點透 它會有點透 這件也微透 好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我們給小六介紹囉 嗨 嗨 這件就是那個燈籠袖那一件 然後呢 我們之前介紹的時候 都是給它當 那個 外搭 但是我就是把它單穿 然後它是真的很微透 就是有點看得到我內衣 對 但沒關係 黑色的算 哈哈 對 然後我把它單穿之後 是這樣 但如果你們就是害怕 就是內衣被看到的女生 你就搭一個小可愛 然後因為我是覺得穿黑色是還好 天啊 格子燒死它了 那趕快買吧 格子嗎 現在有限貨 可以趕快 格子有限貨 然後這件襯衫就是 最大的就是特色就是 它這邊是 那種燈籠袖 然後超寬鬆 它是可以當外搭的 這件好愛 又是襯衫好好看 想離題一下 我的頭髮怎麼保養 也太順了 好羨慕 呃 你洗什麼來跟大家講講 我沒有 我隨便洗 我其實是 整顆頭是有漂過的 然後 我就是 固定就是去找美髮師 去護髮 就是 你要 附那個什麼結構式的 我是 護結構式 喔 會打結 護結構式 對 然後 我都有一直持續在漂 所以就是有 而且你只要洗完頭髮 所以差不多 你髮尾有一點 尾絲的話 你就可以 用個 護髮油這樣子 好 如果你有想為什麼 在私訊客服給我們 我們會有 小幫手會告訴我 說要 就是有你們問這個問題 嗯 好 就是這樣 大概這樣 然後 袖子 對 袖子滿可愛的 然後 只有一個顏色喔 這個只有一個顏色 然後這個有現貨 可以趕快買 然後你可以單穿 也可以當外搭 對 然後他單穿的話 有點微透 所以你們應該看得到我的內衣 對 這一色喔 了解 如果不了解的話 再來私訊客服給我們 對 其實頭髮呢 最主要就是要勤護髮 然後 欸 我好像在 我好像是眉髮師 對 就是頭髮 頭髮就是要勤護髮 然後洗 洗頭髮要洗對 洗對那個洗髮精 對 然後你們呢 可以有兩種護髮 一個是 呃 濕的時候 就是在浴室裡面 洗完頭的時候 濕的時候護髮 然後一個是 吹完頭髮擦的那種乾式護髮 有兩種 這個小姐比我還要職業兵 呃 因為我真的是學美髮的 對 好 大家不要提提 這個 燈籠袖 這件不會很厚 對 不會很厚 不會很厚 很厚 薄到一個 透到一個 內衣都看得到 怎麼樣 是怎樣 好 就是不會透 會透 但是不會厚 袖子有扣子嗎 有 沒有 欸 沒有 亂回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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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會了 然後它燈籠袖 對 燈籠袖 你們頭髮都還有質感 沒有 其實分岔的 你們看不到我 是沒有啦 我分岔到 就是分岔這麼高 這樣子 這樣子 好啦 就是很順 也是後來 飄到一個很順 之類的 下面是口袋 是假的 這個是假口袋 假口袋 是一個造型的 對 假口袋 對 因為之前都是 就是當外達給你們看 然後想說 單穿給你們看一下 是不是一樣 它出來是前短後長嗎 嗯 它是都一樣長 它都是一樣長的 前後都一樣長 側面一下 欸 有一點 網站 斜下來 有一點 對 微微的 微微的 算算的頭髮真的羨慕 嗯 我以前也是那種 也是很卡的 可是後來就是洗 那種結構式的護髮 對 就真的不錯 你可以問自己的設計師 對 有沒有這個東西 都沒有再資訊給我們 可以教你一招 你們買對梳子也很重要 就是你們可以邊吹乾的時候邊梳 這時候你的頭髮就都會是順的 因為你它有點微濕的情況 邊吹邊梳的話 你頭髮會越吹越順 這是真的 啊我是沒有 我就是 我是用日本一般梳子 然後 我要在吹的時候 先把它梳 我要的 就是型 然後用完之後 就開始先頭頂之後再尾巴 然後再摸 不是摸 是抹護髮油 之後就隔天的頭髮都很順 嗯 我是出門前都會再抹護髮油 因為外面縫吹之後 頭髮也是會 多少摩擦會有打結 然後還是說會有分岔 所以 出門前呢也是可以抹一下護髮油 還有問題嗎 你們真的有想要問就是什麼 臉部保養 頭髮保養 還是全身上下哪裡的保養的話 就是視訊我們就好 也不一樣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就會告訴你 就是我們平常的保養什麼的 知道的話就會跟你們說 嗯 還有問題嗎 尼卡你學好了嗎 尼卡你學好了嗎 尼卡換下一套了給你們看 好專業 呃就是 呃我是懶到一個 已經有一個心得了 那小六是不懶頭髮的 喔我不懶頭髮 對 看到一個心得 欸欸欸欸 對 我們一個燙一個懶一個不懶 對 不燙不懶 全方位 對 因為我剛好是學那方面的啦 當然現在已經沒在學了 大學之後就給它擺掉 停掉 好換尼卡 尼卡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登登 這個針織衫 好 這個針織衫 其實它原本應該是拿來外搭的 但是我們發現說 它這款針織衫拿來搭穿也很好看 那我剛剛配的那個西裝鋪也是這個 這款 因為這樣搭很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用這樣子的配 然後呢 我的耳環搭的是 應該沒看過 第一次看到 今天剛上架的 這款 有金色跟銀色喔 我現在戴的是金色的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款 因為我認為啦 我的臉是屬於比較圓臉 然後比較大 然後 這樣子大大的耳環 其實會顯臉看起來比較小 因為會有一個對比 這個是銀色 金色是尼卡 耳朵上 這樣子 銀色跟金色 今天剛上架的 針織衫的長度多長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放機了 然後這件針織衫是有開叉的 秀開叉 對 這樣子 它不是瑕疵喔 對 不要認為說它是撿破的喔 它是故意的 對然後 就是偶爾就是你這樣子的時候啊 露出一點 手環的感覺有沒有 感覺就 好像穿搭很厲害耶 這種 風格 耳環都好美 這次的耳環有些是 是韓國的嗎 嗯 是韓國的喔 這個可以改耳夾啊 這個可以 這次上來長的都是62 62 衣長62 然後 欸 外搭的照片 你們可以去看官網 model有搭 外搭的樣子 因為外搭就是很一般 這樣子 這次上外搭的方式 所以 我就不穿了 我就穿一個 會重嗎 耳環會重嗎 這款喔 它比 平常的耳環 稍微有點重量 但不是那種會 垂到這邊會不舒服喔 我認為不會 騎進車外搭很適合防曬喔 可以啦 我覺得可以 就很涼喔 很涼 超涼 但如果你怕曬黑的話 就不太建議 因為怕你曬出來 一個一個 我記得這個抹茶綠 是第一名 對 它是草綠色 草綠色 你自己取的顏色 你自己取的顏色 為什麼要說它是抹茶綠 好沒關係 就當作它是抹茶綠 看起來比較好吃 草綠 然後除了起來 白色跟粉膚 粉膚 粉膚 這個顏色很特別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但是它適合粉膚色 然後它就一直想要穿藍色 因為我覺得這個穿的很會很厲害 但是你適合穿這個顏色 好我適合穿這個顏色 然後情人節也適合 就是帶臉有點粉色調的 我就發這個給你們看 它是被我們說服才要穿這個顏色 對 它應該 我想要穿藍色 我想要穿同色系 對啊 同色系比較厲害 算了 不要理它 綠色 綠色好看 綠色是第一名 嗯 沒有問題了 還有問題嗎 想看藍色的穿搭 藍色嗎 我想想 可以搭 也是可以搭黑色 就是這樣搭 就是同色系 就是這樣搭 藍色可以搭 下身可以搭黑色 就是那種 還有那種牛仔褲的顏色 隨喜刷色的那種也可以 對 這樣就真的是同色系了 嗯 好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就再換下一道 好 你再換 你還有 還有一道 好那你繼續 我們陪他們聊天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也可以問喔 我們兩個還在 對 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這禮拜都是情人節 所以你們可以就是 想說為了情人節 就是精心打扮一下 就是不管是彩妝啊 就是細節部分啊 衣服什麼的 都可以 都可以問我們唷 雖然我沒有情人 同色系感覺很難搭配 不會啦 同色系不會 就是只要上面深一點顏色 下面就淺一點 下面深一點的話 你上深就淺一點 就是只要是 顏色有分深淺 有點漸層的話 就是不會覺得很難看 還有問題嗎 我們有些耳環沒有帶到的話 直接給你們看 這是我們一串葡萄 我們把它取的名字 好可愛 一串葡萄 這個超 十下有嗎 好看嗎 我超喜歡這個顏色的 給你們看一下就是 可以配這個 其他耳環的食品 好 這是一串葡萄 它的名字就叫一串葡萄 對 指甲油的話 我也喜歡紅色啦 就是 我就是很紅色控 黃色的衣服 我剛剛換的怎麼辦 黃色衣服 我剛剛穿的那個襯衫嗎 等一下直播結束後 你可以再看一下回放 可以出個小編清單嗎 好 之後我們可以出一個小編清單 這個 也是這次的新品喔 人的側臉造型 就是比較有設計感 然後喜歡這種 看直接眼睛 就是比較特立圖型的風格的話就可以 這樣子 它是同一邊喔 這個耳環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介紹到的 然後趁妮卡再換衣服 我們 順便介紹一下 下面也聽得出來 很漂亮 你的是她的秘冠嗎 是秘辣 恩 臉的那個可以 就是臉的那個可以改耳夾 然後 還有髮夾 耳環是金色嗎 你說剛剛的那個嗎 對 耳環是金色 然後也可以改耳夾 這個耳環很Q很Q 然後我們這次有這個 就是髮夾 就是韓國最近 最近很熱賣的髮夾 髮夾是 然後這個 我們剛剛就是 還沒有直播之前已經看到 數量已經剩 就是個位數超級少的 所以趕快去下單 你們等下如果真的 喜歡趕快要去下單 趕快跳出去買一下 因為他這個真的很少 因為剛好我問廠商 廠商那邊已經說沒有辦法了 霧面的是霧面的 我夾一個 你夾一個銅色系 我夾一個藍色 我好像都不適合 他是這一種 我夾一個給你們看 就是現在韓國 有小的現在示範怎麼戴 就是你把頭髮這樣抓住 然後往這邊這樣子 平放 欸等一下我夾錯了 有沒有聽到他啪一聲 啪啪夾 就是他可以這樣子 然後夾這種斜斜的 或是整個是平的這樣也可以 他有十個顏色 這個 髮夾69塊 69 對 就是你們愛怎麼夾怎麼夾去 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們可以抓一下角度 然後再去夾 最近好常看到他 因為現在韓國很紅 所以我們也要跟風一下 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把頭髮都收起來 那種也可以 他現在數量不多 因為我們剛剛還沒直播之前的話 數量真的已經剩各位數了 嗯 這樣子 十個顏色 好看 都是霧面的喔 霧面的 來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要配同色系 盡量配同色系 對 盡量配同色系 超紅 要不要買一個 一個69 然後數量不多 就是如果顯示售完 來不及買到 真的就買不到了 對 好看 好 好妮卡換好衣服了 這個顏色 好 妮卡要帶一個顏色嗎 好啊 還帶藍色系 也太多顏色了吧 對啊 十個顏色 這樣子喔 好妮卡表現一下 有白色嗎 沒有耶 只有這種 沒有白色 只有粉色 這個看起來就是 粉白粉白的那樣 會有點曝光那種 嗯 粉白色這樣 做成功嗎 妳先講 我先介紹 這個是粉色吧 粉色 眉紅 對 磚 土磚色 土磚色 然後 咖啡色 咖啡 借我介紹一下 奶茶色 然後 灰綠 灰綠色 另外一個 深中 這是淺中 這是淺中 深中是這個 淺中 深中是這個 淺中這個 然後還有 最紅的紫色 紫色 然後還有一個 綠色 湖水綠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妮卡帶也是 藍色 有點那種 寶藍色 跟我的這個很搭 紅色系 奶茶色好看 好 給妳介紹衣服 好 這一套是 就是情人節終極穿搭 超級穿搭 因為它後面 四個顏色 有 蝴蝶結 看到嗎 啾啾 有有有有 你不要再後退了 這樣子 好 這給男朋友 抽禮物用 拆禮物用 沒有 然後這一款呢 是 我們認為上次 就是直播的時候 我是 拉出來穿給大家看 那我們認為說 就是扎起來也沒有感覺 所以就穿給你們看 嗯 一個甜美 活潑的感覺 蝴蝶結太可愛 很可愛 它後面就真的只有一個蝴蝶結 沒有任何扣子 它只有一個蝴蝶結 對 拆了就開了 拆了就開了 超終極 蝴蝶結是造型還是可以吧 它是 可以 拆了就開的那一種 嗯 不方便拆給你們看 它拆掉之後 後面就是整個是敞開了 就是有點像就是倒穿背型的那種感覺 是整個敞開的 對 然後一定要綁好 然後去不扎進去的話 就不怕人家看到 然後你那蝴蝶結你可以還沒穿的時候 真的可以拆 蝴蝶結是可以拆 是可以拆的 然後你在穿之前你可以先綁好 然後直接這樣 再穿 對 就不用人家再幫你綁 對 一個顏色而已 當品當品 對 它是一個顏色很好看的那種藍色格子喔 還有問題嗎 好 我本來是搭配就是 就是只有這個耳環這樣子 嗯 感覺可愛可愛的 開出這個顏色顯白 然後包包是 就是剛剛第一套 自己記得幾套有搭的包包 這樣的感覺 可愛 深藍色也蠻顯白的 大家還有問題嗎 沒有要公布 再想再看一次背面 你轉過去 好 沒有我要公布囉 往後一點點 沒有我要公布囉 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是真的可以抽掉的蝴蝶結 然後它都是那種 藍色跟白色交流相間的那種格子 一直注意髮夾嗎 可以去下單 一個69塊 然後數量不多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我一直忘記Cue你 好 差不多要公布名單了 中獎名單 來喔 來喔 我們會有一個穿插 先抽300塊購物金第一位 先抽300塊購物金的第一位 第一位是300塊購物金 然後 我們人要在喔 然後第一位是 底線 162.G 底線 在底線 等一下 裙子有那個 牛仔藍跟姓色 沒有黑色 然後黑色是那個彈力群 好 第一位300塊購物金是 底線 162.G 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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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嗎 你是抽到300 在 是抽到300塊購物金 然後 就是等一下 直播結束後 在私訊給我們 小盒子 三天內要回覆 給我們 然後 恭喜 第二位的話 是抽耳環 那個 十文的那個 十文的那個 十文耳環 對 第二位抽那個耳環喔 第二位 十文耳環 第二位 有點曝 就是抽這個耳環 第二位 第二位是 W-A-N-J-U-N-E-0-2-E W-A-N-J-U-N-E-0-2-E 第二位是中獎是耳環 W-A-N-J-U-N-E-0-2-E 有在嗎 你不要再摔他了 W-A-N-J-U-N-E-0-2-E 在嗎在嗎 不在嗎 在在在 恭喜你 恭喜 愛心 你是抽到耳環 然後一樣 等一下私訊給我們 小盒子 恭喜 然後第三位的話 是抽購物金 購物金 第三位又是購物金喔 購物金是 L A 然後幾個I 12345 67 7個I LA 5個 12345 然後再點一下I 是6個 Li 然後 5個I之後 點I 就是有很多I的那位 LA 然後 5個I點I 在嗎 在 比試購物金 300塊 一樣 記得私訊小盒子給我們 恭喜 然後 第四位是抽耳環 耳環喔 一樣是剛剛 妮卡拿的那個 實紋畫面的耳環 這裡 這個 往下 這個 這個耳環 第四位嗎 第四位 在 是抽耳環 是A3個R I1 L 底線 0812 A3個R I1 L 底線 0812 在嗎 恭喜你中獎 是耳環喔 新品耳環 有嗎 在嗎 第四位在嗎 在 恭喜你 你是抽到耳環 一樣等下 私訊小盒子給我們 給你們愛心 然後 最後一位是300塊 購物金 也是最後一位喔 最後一位 300塊購物金 我要講囉 3個O I UY 底線 KE 3個O I UY 底線 KE 在嗎 恭喜你 在嗎 在 恭喜 恭喜 一樣私訊給我們小盒子 五位中獎的粉絲 所以等下都要私訊給我們喔 就是有抽到抽獎 就是抽到的那五位粉絲 就是記得私訊小盒子 然後抽到購物金的呢 會有小幫手跟你們說 購物金怎麼使用 然後抽到耳環呢 記得留下你們的聯絡資訊 就是姓名 電話地址 我們會將商品寄給你 要記得喲 然後這禮拜五前要告訴我們喔 因為我們需要去幫你們寄商品 然後購物金的部分 就是記得 對 好 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今天直播要到這邊囉 記得等下私訊給我們喔 三天內要回 要私訊給我們 不然就會視同放棄囉 恩 然後抽到購物金的人 要記得去使用喔 因為之前有粉絲有忘記使用 就是千萬要記得去使用 對 然後就可以趕快去買喜歡的東西啊 然後再跟你們說一下 上升有兩件92折 上升有兩件92折到8月15號禮拜三 然後下升有兩件89折 到8月15號禮拜三一樣 然後就可以用購物金去買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了 好 我們下週新品見囉 掰掰 掰掰